我们已经从猛烂的村子里回来了 然后现在又回到了景洪市里 可能整理整理素材 稍微修整几天 再出发去前往下一个拍摄的地区 其实大多数人来西双版纳这玩儿呢 可能都是吃吃喝喝 逛逛夜市放松一下 但是我们在上一次刚抵达的时候 其实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为了把这个留在现在这个时刻 就是已经辛苦工作后 然后做一些无脑的吃喝 所以我们现在是订了一个民宿 就在景洪最有名的这个 告庄景区的夜市旁边 就在我们身旁 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 最有名的星光夜市 然后现在是差不多晚上七点钟左右 天马上就要黑了 耳边传来了一些 喧嚣 欢乐的声音 夜市马上就要开始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 出发去逛夜市 这就可以下去 好方便 好 预约成功 现在我们是一路往下走 然后要去到江边的夜市 但是呢 会途间一些这种特色旅游风情街 讲老实话 街道因为它有那种歹族式的屋顶 所以还是蛮有特色 蛮有风情的 那个气氛上还是蛮像青脉夜市的 这一条街 侧面呢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小缺口 你就可以走任意的一条 再往下走 然后就是夜市的街了 现在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夜市的本体 然后那个下面应该就是河嘛 然后就是在河的这一条岸上 就是特别长特别长 全都是 好 看这边就是这样的一整条街 还有那边 就是一眼望不到头 所以我们现在就选一个方向 往这边开始逛街 摊位还是很多的 很密集 很密集 我们先大概看一圈 然后再开始吃喝 OK 我们现在从那条路一直走过来 然后走到了前面是一片大的 就是摊位的广场 然后我们想先找一个高的地方 看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地形 好 现在我们前面已经到了 景洪市中心最有名的一个大金塔 在这个入口的地方 很多就可以看到都是这种夜市 买了套餐拍照的 就会在这里取景 这个后面再往上走 就是大金塔的本塔 然后下面的广场就 晚上全部都是来这里拍摄的人 我的天哪 这个塔本身很好看 你看 哇 很好看 哇 还有一点那种 在巴厘岛看到的石雕的感觉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夜市 就是这个大金塔顶区下面 这就后面全是一片 这是一个大块的一片 大广场 然后这边 这边就是我们刚才来的那条路 然后这边对面还有一条出息的 会再往那里走 对对对 所以就是范围还挺大 然后我们就现在钻到 这些彩色的棚围去看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去 逛夜市的海洋 我跟着你选的方向 往年少的方向 对对对 但我狂怕你找不到这样的方向 热闹是真的很热闹 现在的这个夜市的规模 和这种热闹的气氛 就是几乎已经是好几个 当时的那个清卖的周日夜市 加起来的那种量了 连个景区都有的 所以就 还有银市的小摊位 卖果干 这个西双版纳特色了 这前面是木雕吧 大象 大象 因为夜市的面积够大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没人的地方 对 你想拍照 其实你看你站在这个地方 让大家感受的效果 就也挺好的 而且有这个塔座背景 哇拍一张吧 两边持续有更多的热带服装 泰国短裤 这个买一点倒行 在这热的热的地方穿也很便宜 这个多少钱 这条 三十五 三十五一条 夜市卖这些衣服裤的 倒确实是不太贵 这东西 要麻的是吗 这条路就是面朝大金塔的路 正对着大金塔的路 哇 看一下这个人的密度 哇 这一段简直是密麻麻的 就跟那个国庆节期间的长城一样 大家不是就说我在班长村 做的那个手工纸 没有看到做完的样子吗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种比较粗糙的纸 然后里面夹着植物 这个摊位就是卖 用这个纸做的本子啊 纸灯楼还要它呢 这样的来做 这是把一个花用塑料 塑的 它是碎碎的那些叶子 相对细腻一点 对对对 那个是最粗糙的 这个是细腻的 我做出来的是这样的 你可以都买两半 我觉得到时候看看 可能不同人喜欢不同样的 好呀 那灯笼可以来两 灯笼 我觉得这种大小就还不错 零行的它就是三角形的 然后走去 三角形的 然后走去 挺方便的 挺方便的 就这样就折起来 这个小车蛮有特色的嘛 一些泰国特色的小吃 继续往前走 现在右边看到了好多长的一样的小亭子 就全部都是卖这种本地烧烤的食材摆在这上面 让你自己去挑 它这边的烧烤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这种 他们会把竹子劈开 然后夹着这些食材 就是还蛮有当地的这种特色的形式 然后看所有的这边 本地的摊位的老板 全部都穿着传统的服装 怎么还是烧烤 走过了烧烤还是烧烤 烧烤一条街 我们误入了烧烤区 我本来是想说 就先把所有的那种买东西的逛完再来吃 结果一路上就遭遇了太多的烂鹿虎 现在随着时间越来越晚 我感觉人是越来越多 买点吃的 我想要一个小菠萝 太吃小菠萝 我要一个冰棍吧 来个尝尝 好 这样一共是10块钱 好 我们再远离一下这个音乐 这也很吵 很难找到一个人小又安静了 就在这这样吃吧 好吃吗 这种小菠萝真的很好吃 来那个热带一定要吃 特别甜 怎么样 有种红年的感觉 这种西瓜制作的 再尝尝那个 还不错 就像吃冰一样 绕了一圈再回到这的时候 这的人已经更多了 我的天哪 我们现在决定还是远离那个大金塔 慢慢地朝着河边的方向走 哇塞 表演开始了 好 左前方 挤过去 挤过去 河边有那个像泰国的水上市场一样的 他们搞了一个 也搞了个水上市场 现在就也全都是在拍照 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基本全部都是用来拍照的装饰的船 好像也可以 所以你也可以坐船了 但他们好像也是在拍照 但是这是可以游览的 开起来就是 后来人家按照 这种是纯景观船 然后再往那边可以看到 一艘一艘的每个都是一个机位 水果船上面放一些水果 每人每次20元10分钟 哎 它好像还行 但就是为了拍照 你要10分钟 是是是 透明船 花船 它选不竹筏不药 竹筏拍照 啊 现在这个产品很很很详细了 我现在有一点想上船 就是远离这些 会更安静一点 这些草杂的声音 想让船把我带走 现在这边就是 啊 我们来的方向的对面那条路 就是你知道它以大金塔 后面有一个圈 然后一个圈有两条腿出去 就是一边来 然后这是另外一边 这边我感觉人好像稍微少一点 因为那边都是一些餐厅什么的 啊 相对没那么吵杂 对 可以 我们逛一下这条街看一看 果干9块9 任意的一包就是9块9吗 对对对 那还确实是很便宜 果然果干 这是椰子 椰子角 果干的东西一定要自己去尝尝 千万不要这样看 因为果干的话 在看射程 你是看不出什么东西 哪个小一点 啊 没 都可以拿你尝 小的也尝不出什么味 那是大奶奶吃的吧 没有 来吃办法 这个地方千万别狙击 看一看 老板特别热情现在 谢谢老板 我们想再看一眼 谢谢 打药 密宿 香囊 这个东西的形式感到时候 是 你像抓中药一样 那你比较需要去外面 弄一个去的农香囊 行 一米饭我那是什么问题 一米饭没那没问题 我也要去的地方 香包的样式 外面是可以自己 这是一些日式的御守什么的 平安什么的 这是中国的传统一点的 这里有自在和蛋白和随缘 我要哪个 随缘吧 随缘 随缘挑一个 好 那就要一个随缘吧 我看看 我去那 我去那 我都没给你 没事 没事 你带就行了 你给我尽量 我在你一米内的范围内就可以了 好 谢谢 付完钱了 就买了 这有一种药草的那种 好 以后不要离开我超过一米 好 进入你的防蚊屏障 我们现在在河边为了躲避噪音 享受片刻的清静坐一下 然后看到了人家的游船 对 其实还蛮美的 这个游船 它一条河边全是楼梯 就可以随便找一个地方 找一个这样台阶 我其实觉得这样的感觉 比给你规划好了这个区域 是他们的酒吧区要好很多 对 真的 耳边清静了 我又恢复听力了 啊 我们已经回来了 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我们本来今天的计划是说 逛完了看它有没有什么可买的 然后呢就把那个小吃给它 横扫一遍挨个去一遍 但是实在是没有那种 边逛边吃很享受的心情 因为实在是太嘈杂 太拥挤太乱了 逛来逛去也都觉得就是差不多 所以我们就回来了 虽然我们现在这里 也还是有些嘈杂 但是起码有一个私人的空间 不用跟别人紧贴着那个黏黏的黏在一起 因为我已经有一些人群口拒了 所以在这里可以稍微呼吸一下 是 其实关于告庄的这个星光夜市 我想跟大家稍微讲两句 因为它是一个那么有名的景点 然后来的人几乎都很难避开 但是你在来之前一定要知道 你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你对它的定位一定要摆正 就是首先从买东西上来讲 没有什么太独特的本地手工艺品 大部分东西都不是手工的 即使有可能也是你在网上很容易买到的那种 比较普遍的旅游纪念品 所以说其实从购物上来讲 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甚至是大部分的摊主都是外地人 外面都是很多是外地的东西 那从试的上来讲 确实是有挺多的 但是种类其实就那些 你走来走去看到的都是不断重复的东西 百足烧烤 冲鸡角 老挝冰咖啡 就全是这些东西 然后再就是关于它所呈现出来的文化风貌 就如果你是想要说来这里感受一下 纯正地道的版纳生活 版纳本土文化 那你就来错地方了 因为这个里面完全是游客化商业化的一些包装 里面的很多的文化的表现 它的表达都是错误的 甚至我们刚刚看到它在台上 给游客表演那些歹足的舞蹈穿的服饰 其实都是不太对的 总而言之呢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 如果你只是说晚上太无聊了 想跟朋友出去喝杯酒 找个地方热闹一下聊聊天 逛一逛 那吃喝玩乐是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对它抱有一定的期待 你认为这是我认识西双版大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那完全你就不需要来了 因为本来现在其实这边的疫情好一点了 我们其实平常自己出去的时候 也不是特别的就是担心 但是在那个人群的程度下 我真的有点害怕了 对 所以说 就是看自己吧 我们不给它一个定论说 这是绝对的好绝对的坏 就是看你的需求 对 旅行中很多的体验都是这样的 100个人虚有100个想法 但是就关键看你要的是什么 就带着正确的预期 可能体验就会好一点 对吧 我们其实昨天晚上都住在这个地方了 因为离夜市实在太近了 所以我们清楚的听到 这个夜市可以从七八点一直持续到晚上 一两点钟还是很吵很闹 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参考的时间范围 但是就是你在网上订景红的房的时候 绝大多数的这些民宿都在夜市旁边嘛 所以方便的同时也伴随着会很吵 对 会有点影响你的这个晚上的睡眠 白天还反而安静一点 这个是作为一个你们选房的参考 反正今天的这个夜市的体验 我觉得我们也算尽力而为了 能走的地方都给你们看到了 感受也说给你们了 希望如果你来的话 带着一个正确的预期 然后享受你的旅途好吧 好 那我们要吃夜宵了 吃夜宵喝果汁了 我们是若也和苏 一对边旅行边唱歌边拍视频 边讲故事的神雕俠律 关注我们一起拥抱世界上的千百种生活吧